好 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就是我昨天晚上 就第一個晚上住的飯店 高雄傑斯旅中正館 那它裡面 大家看一下齁 我開廣角 就 我本來是有一大床啦 但是它只有兩張單人床 那就是這樣子 那還不錯 這邊有一個戶外的陽台 不過我覺得有一個缺點啦 它的插座 那充電的東西的話 那是麻煩的 它就只有這一個桌上插座 那220那個 雖然我們現在很多 那個插頭 都是100-200的共用 可是個220插去 沒電 不知道為什麼 那浴室來說 也算很簡單啦 還不錯 乾濕分離 然後該有的備品都有 但是就是那一次性的備品的話 可能你們要跟櫃台特別 在check in的時候 要跟櫃台要一下齁 它現在已經不提供一次性的 那個備品 然後再來就是水 還不錯 好啦 那我今天要出發往台東 Go 這就是今天的 早餐是蛋蛋漢堡 我很多年早餐有吃過 但是現在沒什麼意象 所以又再來吃了一下 那今天早餐吃的 只是6塊 來 要來看看好吃嗎 今天的早餐 先脆雞腿堡跟 辣的冰紅茶牛奶 其實就是 蠻茶辣 雞腿堡 真的不錯 好 趕快吃一吃要出發了 等一下到 下一站是阿爾姐的利多串 已經在屏東的車程了 平面道路還要騎2個多小時 所以到那邊應該中午了 趕快吃一吃吧 離開了蛋蛋漢堡 就前往今天的第一個景點 阿爾姐 律豆帥 那路程時有點遠 那途中呢也經過了 很有名的海豚灣小七的門市 那 因為路程時太遠了 也沒有特別多做點了 上洗手間 就繼續出發囉 平和公路 沿途的美景實在是太美了 出發沒多久呢 我又立刻停下來拍了許多的美照 好 趕快去看 我又來不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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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來到了接近中午的時段 可是呢 因為現在是淡季 所以街上的很多的店家是都沒有開的 包含阿爾姐綠豆蒜 所以呢 我只能找了一家還有開的阿伯綠豆蒜 然後解決今天的午餐 想用完冰涼的綠豆蒜 就繼續往墾丁的方向出發吧 往渡到一家 大飛的步驟 看到遠方的帆船石 心裡想是不是有地方可以停下來拍個照呢? 跟帆船石留意應該是蠻不錯的 果然,看到个停车场,那我又再次停了下来啰 在后面的路程上,我不断的被周边的美景所吸引 也就一直停下来,重复的移动拍照移动拍照 真的太美了 接着,我来到极南点的一个停车场 但是,这其实不是极南点的入口 所以呢,我就停下来拍个照 就往极南点的方向出发啰 现在,来到最南点的步道 观景平台走下去五百公尺左右 走下去看看吧 今天的行程啊 从一开始的阿儿姐绿豆蒜就开始delay 那到了结果绿豆蒜没开 就是阿儿姐妹去吃一下阿伯 那午餐也吃不太一下就 就继续往龙磐大草原走 可是呢 一路上的风景真的太美了 就走走停停,走走停停 整个行程就是delay到乱七八糟 没办法这里太美了 明天到从台东到花莲这一段 有点担心会下雨 搞不好没东西拍 就先从这边走走 我拍些东西 因为如果明天雨站的话 就有很多点我是去不了 就只是直接要过去 OK,我要先走 到了台湾最难点 坐基路 看一下 这边有观景台 离开极南点之后呢 就往龙磐大草原的方向移动 那沿着旭海呢 下一个景点会是在多梁车站 不过途中呢 会经过南回 听说南回的风景也是很美的 那大家就跟着我一起来看看南回的风景吧 经过南回的山道 終於來到了傳說中的壽卡 那這個也是我第一次來喔 在壽卡短暫的休息之後呢 我就繼續沿著南迴公路 那接上台九線 那接上台九線的時候其實心裡覺得不妙 因為天空有點暗 然後一步會下雨的樣子 果不其然 當天晚上呢 我為了趕到住宿的地方 在台九線遇到了雨站 那安全帽上滿滿的油污 看不清楚的道路跟路邊其實也沒有光線 也沒有照明 所以這段路其實騎得非常的害怕 因為大家車速也蠻快的 可是因為安全帽的晶片上面有油污啦 所以看不太清楚前方的路 真是很煎熬的一段路 時間沒掌控好 晚上經過這裡 那這真的要騎得小心一點 要騎慢一點喔 就這樣在雨中結束第二天的行程 那請大家期待一下第三天的一個行程喔 太陽了